20世紀以後才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印度韓文明 它真實的面貌還存在著許多代解之謎 位於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摩坑佐達羅 及位於巴基斯坦旁謝浦省 現在拉俠爾史南邊30公里柱的哈拉巴 是代表印度韓文明的兩大城市 它的規模和壯麗程度又遠遠超過其他遺跡 這兩個城市從成立到崩解的年代雖然還未被確認 但推測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裡定居 公元前2,600年時就產生了依規劃而建設的都市 公元前2,000年仍是全盛發展期 後來在公元前1,800年時急速地衰退 印度韓文明的重要特徵之一 就是每個城市都是依科學規劃而建造的 可以說它們是世界上最早依規劃而建設的城市 代表城市摩坑佐達羅及哈拉巴城 不僅有下水道及水井等設備 而且還有會議場及倉庫等公共設施 另外還有原備的大浴場 可以說是花費了很多心思來經營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清潔 但讓人想不通的是 以往神殿都是各古代文明遺跡主要的建築 不過在印度韓文明中卻找不到 例如在古代兩河流域的諸城邦中 可以發現神殿和聖塔 在埃及就有金字塔和周圍王族官僚的墓 神殿 但在摩坑佐達羅及哈拉巴 卻沒有留下任何類似遺跡 不僅沒有任何宗教活動的跡象 亦不見任何宗教設施 到底是為何呢? 有學者推測位於兩個城市中央的大浴場 或是宗教的遺跡 但這個假設至今還未被認證 亦有學者懷疑 從遺跡出土的黏土版 或是代表宗教信仰的護身符 但如果是護身符 應該會有可以穿線佩戴的小孔才對 而黏土版上並沒有小洞 發現的黏土版是四角形 上面除了古印度文字外 還雕刻著牽絕山羊的人 野牛、鳥、鱷魚等等的圖案 雖然很多人嘗試解讀黏土版上的文字 但至今都沒有人能夠成功解讀 沒辦法解讀當時使用的文字 是至今印度和文明仍充滿很多謎的原因 從黏土版的圖案來看 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們受到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 文字應該也是受到蘇美以文字的刺激而創造出來的 目前可以推論的僅止於此 至於創造印度和文明的人種 除了知道的多種族的人外 詳細的情形亦不清楚 這樣的印度和文明 突然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消失 原因成謎 沒辦法解讀的文字 沒有神殿、宗教活動 究竟文明起源於何處 又為何消失 印度和文明完全是一個謎 公元前1500年的時候 印度和文明最終被來到印度創造行和文明的 雅利安民族所取代 目前 摩坑佐達羅的遺跡挖掘只是進行了全部的15% 因為只要一挖掘 地下水就會不斷地湧出來 1964年的時候 挖掘者們曾用水泵將水抽出 進行小規模的調查 除了發現地下18米處 有哈拉巴式的土氣和建築物的遺跡外 更下層肯定還有文明旗的建築遺跡 但所有的調查工作 只可進行到地面以下5米處 為了讓摩坑佐達羅遺跡的地下水位下降 目前正用水泵從井裡抽取大量的地下水 即使如此 目前更進一步的挖掘工作 仍然沒辦法進行 遺跡亦因為嚴害而有漸漸崩壞的危險 哈拉巴遺跡在19世紀後半業 因為英國的鐵道駕設業者 將遺跡的磚塊拿來代替砂石鋪在鐵軌下 而遭到大規模的破壞 之後鄰近的居民又擅自取用遺跡的磚塊建造住宅 令遺跡被破壞得更為嚴重 公元前3,000年時 燒製的磚瓦經過大約5,000年還可使用 只是這一點 便可知道古印度韓文明的磚瓦製作技術有多先進 遺憾的是 印度韓文明的研究進展卻還是很慢 印度韓文明的研究進展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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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韓文明的研究進展卻